好我們進去齁 那剛剛這邊的少一個負號 因為1-1加KL的話 其實上去的話 減的話才是這個負號 所以剛剛負號都在這邊 所以這個負責是負消掉 所以那個就是正的 衝一下 然後可以去現場 好 好 那再來呢 兩小題 會不會這兩小題呢 是其實故意出的 對啦好這兩小題其實很簡單 但是它是日常生活詳細題 那所以呢 這個故意出給大家算一下 你知道一下 我們要學物語 今天基本上次都不知道 對不對 那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講這個 Explosive Shoes 就是所謂的會爆炸的鞋 怎麼樣會爆炸的鞋呢 他說啊 今天我有一個雨鞋 就是我們穿這個雨鞋 假設今天呢 打雷的時候 雷打到地上 對不對 雷現在打在這邊了 然後呢 就會你的水 就這樣灌過來 對不對 假設剛好 打雷的地方 有一潘水 那水有一條線 腳直腳踩一條線上 他說齁 所以雷打過來的時候呢 這個 這個閃電 會讓你的腳下這個水呢 蒸發 會讓你的蒸發 好 好 那他的問題是說 那要多少的電流 才可以讓你腳下的這個水 瞬間蒸發 那水瞬間要發生什麼事情 你現在就會爆炸 對不對 雖然你腳是踩在那個什麼 踩在那個水上面 可是水瞬間蒸發啊 你那些人 因為這蒸發的壓力跟能量 就會讓你腳給拋開了 所以意思是說 打雷的時候 即便你人在膠外 你腳踩到什麼東西 都可能會受傷 可能是因為爆炸受傷 或是電受傷 都可能 齁 那給你的概念 這個電流大概有多大 你們再想想看 你們的這個 日常生活動作 會遇到的電流大概有多大 這個跟下一題都是一樣齁 當然有個比較大差點就是電壓 等一下再來解釋齁 好 現在齁 這個是這個雷 可以打到一個水 一條水 水有進過你的這個鞋子下面 好 那現在告訴你 水的力度 是每地方米1000公斤 那他的蒸發熱呢 蒸發的顯熱呢 是2256千焦 很水公斤 那假設今天呢 我的電流呢 持續了2.0ms 就是打到水之後 那這個水的電阻呢 是150公斤 是乘上米 那水的長度是12公克 然後呢 這個捷電機 假設這個水 那一條水 好 我們刷掉 捷電機是 這個 5 乘上石的不5次 5乘上石的不5次 5乘上石的不5次 要你平方齁 那他想問你說 大概要多少的電流 這些水才會增發 那我們來算一下齁 好 好啦簡單講就是你的腳下面有一攤筍齁 那大家先把腳繩在這個長當期的對不對 齁 然後你的鞋子就在上面啊 你的鞋子 這樣子對不對 好 這鞋子對不對 好 打叉叉對不對 好 鞋子 好 也是這樣子啦對不對 雨萱應該沒有這樣吃啊 雨萱應該沒有打扮 然後 我們把原料老師的 第一頁的美術作品對不對 好 原料老師的 在這邊齁 這一鍵怎麼倒過來先不可能看 反正這才這個方形的上面齁 當然水不可能不會是方形齁 大概不算齁 可以 好 這個結面機是5乘以5.0齁 5.0乘上石的 15次方的M08 結面機齁齁 那這個長度呢 這個長度 是 呃 12公分 那是0.12米 好 那上面的 整個電阻率呢 是150歐姆 這電阻率喔 最大溫度 這電阻率喔 這電阻率喔 好 那這個水呢 它的密度 好 水的密度 這個 兩個鐘耶 水的密度 好 D 等於 1500 攻擊 1500 1500 三方 因為 用中的話又會一樣對不對 然後呢 它的潛熱油 等於多少呢 2256 乘上 10的3次方 交耳 除以 公斤 好 那所以呢 就是喔 它會閃電量 要用多少的電流 才可以加白震發 所以我們需要幾個公式 第一個 我們需要 第一個 Q等於LM 對不對 老是潛熱嘛 對不對 這樣它的輸量嘛 第二個 我們現在 大家這個Q 不要忘記 喔 我們現在知道的是P 等於什麼 P等於多少 P等於安寧寬 好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我們現在 這個 P的定義是什麼 比Q 比P嘛 所以呢 我的Q 就等於什麼 P 等於P 對不對 應該這樣子 把誰猜的事情 好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怎麼算啦 所以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知道 要多少熱可以讓它蒸發 當然你還可以計較一件事情 或這個 這裡不算 從室溫 它要蒸發 是不是要先從室溫到 100度C 對不對 100度C再加上它來蒸發 這個 先不算這一段 先不算這一段 好 首先是Q等於L 所以呢 我的Q等於L Q等於L 12 25L 乘以10的 348 加我所以公斤 對不對 那我的L呢 A 對 這我的L M呢 M是質量 密度乘上體積嘛 對不對 乘以1000 喔 1000是它的密度 那體積是多少 是5乘上10的負 5乘上0.12 對不對 5乘以10的負 再乘上0.12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體積 然後呢 這個是密度 對不對 所以體積乘以密度 所以體積乘以密度 然後呢 這個是體積乘以密度 所以這樣算出來呢 需要的是 1乘以密度 5 4 所以 10的 4次方 焦耳 好 這是第一個 如果需要的Q 是這麼多 好 再來呢 因為我們的這個 第三次 Q Q 又等於P βP 那P 又等於什麼呢 I 0.3 βP 好 R呢 R是多少 不要忘記 這裡指給你的是中 對不對 所以我們R 等於 ZO L 除以A 對不對 所以呢 變成什麼 R0.8 然後呢 ZO L除以A RT 對不對 還要算這些嘛 對不對 好 那 好 我們先來直接把它算出來 好 如果依照這樣子 ZO L除以A 就會等於 850 乘以A 是 0.12 除以A是多少 5 乘以10的 負 所以其實是 這個是 3.6乘上10的 四拍公補 這是第一個 好 把它帶到這裡頭去 好 那不要忘記喔 聽到要問什麼 聽我其實問 你們的I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I會相當於多少 假設I R DET是Q的話 那I就會等於什麼 Q 把這裡 這裡喔 跟這個 做運算 對不對 這個 做運算 放到這裡來 所以 I會等於什麼 把Q 除不上 R 等一下 T 再把它開看看 好 那現在Q 0 Q是多少 1.35張 40張 帶到這裡頭去 對不對 R是這個 A P是多少 剛剛是2 MS 對不對 這個是 2.00 MS 對不對 所以是等於 2.00 乘以10的 -34 對不對 把它帶進去 R 在這個 Q 帶這個 所以最後答案 會是4.34 來看 好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 變長 你看喔 整個運算 它不管變壓 你只要說 在這樣的電腦下 搞定這樣的電流 就會發生這件事情 4.34張 其實並不大 並不大 現在看你們的手機的快充 你們現在手機的快充 你們現在手機的快充 自己要給有沒有概念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概念 比如說USD一般來說 是5V 對不對 那現在快充的規格 5V 9V 12V 對不對 那高點是19V 假設我用12V 然後1.5V的話 你的充電效率就是8V 對不對 你們去買的那些快充 40W 60W 都有嘛 對不對 對吧 假設5V 40W 他就要8V 當然國外 他們是用1.5V 都算用12V 40W 就3.6V 所以其實你們日常生活中 碰到電流等級 就接近這個數字喔 再接近這個數字喔 當然 他能不能流出這麼多安排 取決於你的電子 跟你的電壓 假設你 我們現在講的是O5V 大部分情況 你不一定不認識O5V 不過以O5V來說的話 如果可以輸入這麼多電流 然後你的電子 都剛好收這麼大的話 好 那這個數字就會給它 蒸發出去 那如果你再考慮那個 從 4分到 100度行 的 的 的這個能量的話 可能它那個方便之類就搞定了 好 好 那這是16題喔 好 再來36題喔 36題 來看一下喔 這題喔 故意出的 基本上沒有什麼算式 但是呢 它這個常識機喔 給它非常注意 對不對 喔 他說人物喔 在你的心臟喔 通過了50mA的 電流的話 你就會被電死喔 你會從TOP TOP就能電死啦 50毫安倍 50毫安倍 多少 0.05毫安倍 剛剛這是4點多嘛 對不對 0.05毫安倍嘛 對不對 如果你有0.05毫安倍的 電流流過你的心臟 你就會被電死 好 好 那 怎麼樣情況會導致有0.05毫安倍的 電流流過你的心臟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說有電弓啊 他的手是濕的 SWEIGHT就是濕的手 然後呢 跟兩個導線 跟兩個 他握住的導線呢 是一個良好的接觸 好 好 那假設他整個身體 從左手到右 電阻 是2100公分的話 那請問一下 這樣子的致死電壓是多少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一體完全就 只是用充不定一 拆掉喔 來 V1等於I 對不對 我們現在知道 致死電壓是0.05毫安倍 對吧 那 電阻呢 2100公分 好 我把它扯起來看看 這個值會是多少 105V 好 105V都可以取得啦 我們日常家裡的插頭是幾米 110 110 或者115 對不對 看你家裡的 電 對不對 通常110或110 所以呢 那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常常 家裡的電空 當然這個 這個做法不值得 這個 他會用兩隻手去摸那個東西 對不對 這是110 不是200 為什麼他手可以這樣去摸 為什麼 1 知道嗎 為什麼 他這樣去摸的時候 電流是從這邊流到這裡 他不流過你心臟 齁 如果他拉兩條線來 你左手摸一個 右手摸一個 那他那就長了 對不對 運氣好 運氣好 他電流從這邊進來 從腳出去 沒有進過心臟 那就算 對不對 運氣不好 你摸一條線 再摸一條線 就從心臟過去 只要有聲音 就刮 好 那反過來 反過來 這個 這個 那個很多捷運 很多地方都有那個 急救電脊的東西 對不對 齁 這樣的電腦可以讓你平價 可以讓他在一起 齁 齁 齁 不然的話你要四安培的話 嚇死人了對不對 進去整個都燒焦 雖然說這樣子電脊會燒焦 對不對齁 齁 四安培的話 要不要直接煮熟 對不對 因為讓你的這個 那個 那個 肌肉有血都蒸發 齁 所以這個要小心 齁 齁 你的 你要自己要把握 每個人的電阻值不一樣 齁 齁 每個人的電阻值不一樣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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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手這樣手指這樣插進去 齁 所以要變得走這邊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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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